采訪了很多的B-boy 我問他們 如果找一個人演B-boy的話 你們覺得這個人應該是誰 沒有別的答案 就都是王毅博 這個孩子平時生活當中就酷蓋嗎 我覺得小博是一個很有內秀的孩子 很內臉的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反正就是大家在一起出 一起跳舞 你看著他其實是那樣的 他是很喜歡笑的 他就是 他不好意思笑 這臉太太 太多了 去吧 好 去吧 有天你要能把肉燈關了 你就厲害吧 subway 他性格很好 他其實很較接觸的一個人 大家看到一波在這個劇組的享受 他也不回血 他是在现场跟现场所有的演员玩 他骨子里非常开朗 在陈硕这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觉得陈硕是比较单纯 然后又很执着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 我有机会留在金丹好了 挺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 其实最一开始 敏涛姐跟陈硕他们两个母子拍的第一场对手戏 事实上是电影当中 他妈妈为了她登上舞台去演唱张三的歌 那会前面的戏还没有拍 但是陈硕拍那场戏的时候 哭戏是一遍过的 这个是让我很震惊的 他自己已经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吃烧烤和酒那场戏 要让你走的要抛弃你的 不是什么傅凯文 是我丁雷明白吗 对于一波来讲那场戏更不好演 因为它是一个被动方 它的词儿少一些 我们两个在现场也是反复的沟通 在找感觉 现场他愿意很努力的 然后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 他也会给我他自己的理解 看是哭不哭 崩溃不崩溃 笑是崩溃 还是崩溃是崩溃 还是教练走了之后崩溃 一波是一个追梦少年 他们能够产生共鸣 好平 他就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青春朝夕蓬勃 这演的角色叫陈硕 陈火乐 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プロを夢見るひたむきな青年と Aceを失ったチームのコーチ 我想让你代替凯文呢 我们知道没有人 那他想凶 然后回来 干死开 どんな逆境にも立ち向かい 踊り続ける 出来 你相信他就是什么意味啊 青春の全てを懸けた ダンスバトルが始まる 烈烈